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中吃蛋糕好吃不上锅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 我希望你愿意把我们的生活日常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23号 你好 男嘉宇这边 你好 想问一下就是你所说的把我们的生活分享到社交媒体 是指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类似那种情侣账号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号 还是说单纯的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活细节 小幸福瞬间发到这种朋友圈之类的呢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享我们的点点滴滴嘛 然后后面看起来的话就很有意义 好的 我冒昧地问一句 如果将来分手了这个账号怎么弄啊 我是认为这样的 因为我现在27岁嘛 然后在我这个年龄 我可能选择再谈一段恋爱 可能是奔着结婚去的目的比较多 那当然结束了嘛 大家就好聚好散 赵美文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也有想去和另一半开一个情侣账号 而且我在某个平台也有关注一个情侣博主 他们两个就是互相治愈 然后互相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我经常看嘛 心情也是比较舒畅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另一半的话 我也想跟他一起开一个情侣账号 我觉得这位女嘉宾的想法也挺好的 就是第一刚才说的能提升感情 第二个呢就是互相治愈 因为两个人可能会互补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 有另一般的一个闪光点 我觉得这样会影响一个人 积极向上的